各位小七車觀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的松山文創園區 那我們今天參加的是MGHS 2.0 AWD的發表會 那MGHS從上市至今 其實現在已經交了2000多台接近3000台的新車了 那訂單也是不斷的在成長 可以說是近年來這個集聚討論度非常高的一款中型的SUV 特別是它是在台灣國產化的車型 在初期的產品動作除了推出1.5T的車款之外 它也陸續推出了PHEV的插電式油電混合車的車款 那今天推出這一款是屬於2.0升四缸渦輪增壓汽油引擎 搭配四輪傳動的車款 最大馬力是223匹 它最大扭力則可以達到37.8公斤米 搭配的是6速的DCT自首牌的變速箱 那它的價位剛剛爆出來了非常震撼 106.9萬 所以和同級車 它鎖定的同級車 應該就是Ford Kuga ST-Line的車型 雖然說動力稍微小一點 但是價差上對比123.9萬的這個價錢來說的話 其實是CP值高尚不少 所以這一次也是吸引了非常多媒體前來報導與採訪 那這一款車除了動力配置和先前的1.5T 有不一樣之外 還有驅動方式變成AWT之外 其實配備上是比照之前的PHEV車型的 也和1.5T主要的差別在於多了BOSS的喇叭 其他的方面幾乎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PHEV車型原本有的空氣預金器 因為現在欠料的關係 所以也已經這個年事也被取消掉了 所以我們看到外觀 它和其他兩個車型一樣 都有標配Trophy的原廠運動化的外觀套件 所以外型上基本上是一樣的 而鋁圈的話則搭載的是19吋的鋁圈 這些全部都是標配 所以這一次多了這一個2.0T AWT的車型之後 AMG HS可以說是就已經完整了 目前提供三種車型 三種不一樣的售價 那我們可以參照畫面 那當然在今天的發表會 AMG台灣它也公佈了 今年的一些事業的計畫 在計畫上他們今年預計賣1萬2千台新車 預計在6月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把產能提升到每月1千台以上 那以書姐現在目前非常多的訂單 售後的據點方面呢 也會陸續來增加 我們也很期待 那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 那未來AMG這品牌在台灣 會以一年一款全新車款的速度 來做品牌的開展 那預計呢 在今年末 明年初的時候呢 還會上市一款應該是小型的SUV啦 所以一般推測是ZS這一款車 但是今天呢沒有特別說明 會是哪一款車 那這個就一樣請大家期待囉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參加 AMG HS2.0 TAWT的發表會 以上的資訊給大家參考 那當然後續如果有試車 我們也會用最快的速度 提供給大家試駕的影片 敬請大家期待 我是小七 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